我们来看看你既然现在新增好了 好我这边我也把它送出好了 主题如果你有挑选好没关系 那我们进去还可以再改 我们先看它内定的这个 这个其实像要打还真的不太容易打对不对 GA 你如果在这地方不OK你就再按一次 然后重新重新再产生 好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Gabu 看这个眼睛好累哦 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 好一般来讲如果现在等待就进来 刚就进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哇进来 我们今天上这个这么丑的还要上吗 其实它不是丑只是需要再美化一下 那怎么办 比如说您刚刚进来的时候哇发现 这个预设蓝色起来没多漂亮 你想要换一下主题怎么办 从右手边这边来 你看到右手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管理协作平台 好这里我们把它按下去 其实你们在IE看的跟我在Firefox还有Chrome看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那个样式 就是它呈现的样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Firefox跟Chrome看的会比较漂亮一点点 因为IE它师员的那个东西比较少 好但是功能都没有差 只是说每天都不会有差 好您看一下在左手边 有没有看到这个协作平台设定 好这里就有一个一般 我们就是要找这个地方 你把它写一下 这里 好关系我们要改主题嘛 跟外观有关的 我们先看这个主题 点进去 这里又出来了 所以呢 假设你想现在呢 嗯 下雨的天气 对不对 你想 找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 流水 好你可以试看 或者像下面这里有一些 比如说你要天气的 好我选好了 我就按建庚 储存变更这样就好了 现在我回到我的节奏平台 万一就变了 有没有 对不对 好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改 那么 除了这个地方改之外呢 其实你还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在这里的话 比如说你的标题你觉得不满意 你看这里 在一般这里 好在一般的这边 对不对 节奏平台面上可以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重新来这边改掉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右手边有什么东西 那你知道吗 一个节奏平台是100MB 可是你可以建立很多个 你看我刚刚外面做了很多个 那每一个都是100MB 所以它就没有限制 你说你可以建立几个 好这是用内进的 那你的平台说明 或者从这边 有没有 这边你都可以做一些修正 有没有检视的语言 这些都没有问题 好 所以如果您万一有需要修正的 就从这边来改 好 那我把画面环节您 你可以先稍微 找到 管理协助平台是在哪边 有什么地方 是您刚开始在申请 这个协助平台要注意的 这个 叫做什么 就是 协助平台的宽度 给大家版面配置 我问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内定值是 960 960 那我先 问一下老师 请问您自己的电脑 学校的大概没什么问题 大概就1024768 比较多 好但是您自己的电脑 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买的 萤幕大部分都是宽 萤幕比较多 萤幕解析度应该比较少 是在1024768的 对不对 是不是大部分可能到1280 甚至如果您买那个 Full HD的 这到1920的 可是这个时候 您在看网页的时候 您有没有发现 您用比较大的萤幕在看网页 很多网页都是小小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就固定 给1024768看了 它就会变大 那这个时候 其实您可以改变一下 怎么改变呢 您可以改用 因为您可以发现 这边 有没有发现 这里可以 除了像素 像素是绝对值 这多大就多 但是有没有发现 有用百分比的 你如果用百分百 就可以达到一件事情 不管你萤幕多大 我就跟你一模一样吧 因为我们内容是 跟过的一样 打到最后面才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撑开 当然你不见到百分百 我是百分之八十也可以 对不对 这个都OK的 所以您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一样在刚刚的 学作平台的管理的部分 你找到 有没有一个版面配置 好 版面配置 要把它点一下 好 进来之后 您现在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高宽 这里 没有错 从这边进来 来 变更一下 你看这里 有没有它现在是内定 用主题的 那我这边呢 我可以把它设为百分之九十六 好 那你要加上百分比 好 就看到我要用这个 那你上面呢 这个所谓的标题 有没有 就是上面那一列 那个高度 你也可以自己进 就是上面那个band 那个band 你可以自己进 要不要横向导览列 咦 怎么叫横向导览列 你 不是哦 你还记得 我刚刚那个幻本 上面有 有像标签这样子 就叫横向导览列 好 只是预设子没有开 所以很多人 不会用这个地方 好 你可以把一些常用的 那我就把它放在那边 那好像做那个夜签 好 那测栏 这个当然 大部分我们都会设定 那内定值也是150 所以如果你觉得150 有些时候 你的字比较多 150不太够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通常我会在这150到200之间 因为有时候 比较少的时候 我用200 会比较适合一点 尤其比如说你要放照片 一些 比较长的文字 那夜尾 你也可以自己决定 夜尾 夜尾是谁 版权宣告 有没有 下面那边 好 如果你有些 比如说我想把 学校那个地址的图片 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那这个高度 可能要稍微高一点点 好 地址的地方 有没有 那所以 大致上是从这边 所以我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萤幕解决之后 10227 所以我怎么改 大概你不觉得有什么差点 但是说您可以回去 稍微不一样 用您的电脑看的时候 用百分比跟校图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这边跟老师稍微说明一下 可能你会比较 就是说 会留意一下 那大致上了解的 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真的要规划一下咯 我们来看看 你要怎么样规划你自己的 网站架构 那 以我现在这里来讲 我有一个 那个 方案 我等下分享给各位 就是说 因为你可以等于是做网页 所以你是要先想好说 我要把什么样的资料 放到这个协作平台上 那以 一般性来讲的话 我可能会有首页 对不对 就是你们现在进去那一页 好 那再来呢 我有个关于专案的 那咨询的时间 参加主缘 网站的规划 设计概念 那这样的东西呢 我给各位看看 我是放在这里 我把它抠过去好了 在这边 我把它放到这里来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等于一个计划书 这是做网站的那个计划书 像这样子 那么 您在这边的话呢 有这些内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于说 你要先把这些 是不是要先准备好 至于要放哪些资料 要先准备好 那 就从这边 网站名称 网站的价格 网站原油 这样放进来 所以架构要先有 那怎么样去做这些架构呢 就要来建立新的网页 新的网页 我们来试试看看 来 您看到这里 我们回到我们写作平台这边 所以我如果不要变更 我就取消 就好了 好 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网页 建立新网页 有没有看到 右上角有一个叫建立页面 我们来体验一下 怎么样无痛的建立 来建立 好 那么 它有几个所谓的 那个范本 也就是说网页的范本给你选 那么 网页这个大家比较没问题 就是有空白的页面 大家比较容易 那公告的话 什么叫公告 公告的话 是这样所谓的新闻 对不对 它可能就有很多个 有没有 这种就是公告 那我们网页是在一页一页的 公告的话 然后就会有一个所谓的清单 好 有个清单 会列出出来 那 档案柜应该也没问题吧 就是增加 比如说老师有 我们上课有需要的那个什么 那个教材 或者常用表单 对不对 我就可以放在所谓的档案柜里面 好 档案柜让同学一下子 那么 这个清单就比较 类似像那个 工作的 就是 流程 或进度控制 好 或进度控制 那 这个我用到比较少 主要还是用到前面这三个 那我们先不管它 来 我们首页你看一下 你看这边 在这里 这里 好 比如说关于专案 那我就来这里 把它写一下 你的名称可以自己 正中文没有问题 好 关于 好 那么它会很聪明 自动把你把网页 弄进来 有没有 名称它实际上会有一页 好 不管它 它就问你你要放在网页的哪里 最上层 对不对 这是有第一层目录吗 好 我就确定 OK 没有问题 就把它建立 好进来了 标题出现了 对不对 那它还会有一个什么 线上兼迹器 您看到线上兼迹器在哪里 有没有在这里 对不对 现在网页上您在写没有 也都有这种线上兼迹器 那么 您就可以把这个内容把它放进来 好 比如说 您就从这边 我就把这个内容 从这边 很多人不是都会用Word把它 就这样抠进来吗 对不对 当然其实说真的 可以不要这样抠是最好 因为你这样抠的话 因为Word里面有很多格式 在网页上怎样 不支援 因为网页上格式 没那么丰富 所以你这样偶尔 都还是有意料 就格式会有一些跑掉的问题 好 那没有关系 我们先试看看 我就先从这边把它贴上 好 我们各位交易就好了 有没有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这个网页 有没有很难 好像没有 平平平平平是完成 对吧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下面有什么 如果真的你的Word格式 比较复杂的 请不要这样贴上来 直接用附件 对不对 那他就可以拿到完整的档案 所以我现在就把附件 你看我把它点一下 你去选择 好 那这个 我来选择 我的附件放在哪里 好 假设我的附件就是这一个 好 这样就OK了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都好了 在上面有没有处存 就代表这边 有个处存页面 我们把它存起来 好了 所以你的这个页面 已经存完了 你看 看到下面 还在 还在跑 还在跑 OK 已经好了 所以您看一下 左手边 有没有发现 你的左边侧栏 也都增加一个 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放在最上层 最上层 那么 我们看看下面这里 你新增附件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附件可以下载 像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很简单 好 那我把后面还给各位 那么这个档案呢 已经放在我这边 那老师 您可以到我这边刷一下